中国总统普丁访问北韩计划 在17日正式公开 18、19日两天一夜行程中 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尽情会面 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俄国 就曾邀请普丁到北韩走走 俄乌战爆发后 两国透过各局所需关系急速声闻 还没指出这次普丁将先抵达 俄国远东地区进行访试 接着搭乘私人飞机前往平壤 上回普丁来到平壤已经是2000年7月 这趟回访卫星照片也清楚拍到 今日成广场大肆准备 可能将举行阅兵典礼 但新区情势动荡 14日南韩外交部已经事前和美国副国务卿 进行紧急通话 外媒指出这趟访问北韩打的算盘 除了巩固反对西方阵营的盟友之外 也希望获得军事科技粮食等种种交换 普丁则显然需要继续依赖北韩 提供武器弹药供俄乌战场使用 过去北韩与苏联曾签下军事护员条款 这次普丁和金正恩见面 是否将签订相关军事条款 从军员外交晋升到战略伙伴 一举一动也将受到密切关注 散烈新闻联航报道